那些有心愿是丰盛的人 必须认识善事焚烧兵家里的烈火 这火该是我们里面的热力 推动力 冲击力 成为我们时封的真实动力 神要我们吃小花并洗手 祂做食物 使祂能成为我们内在所时的构成成分 并使我们在生命兴起构成长线上尝为神 答案无分于深刻 我们必须接受主耶稣 在我们里面做真正的信念 我们得着了他 就有神做我们的禅言 并且能猛拯救脱离罪和撒旦地下之 而有真正的自由与安息 我们需要认识经过过程 我们需要认识经过过程 第三一生 那完全有他自己 完成的工作 以及他工作之结果的内在意义 他工作的结果就是 我去引以联系 正式顺着险下之灭